我欢迎大家趁热度,也很多人真的来趁 情绪好像有点不稳定 不过后来有个改了他危机的网友跟他道歉 他原谅了对方,之后看起来情绪稳定下来开始工作了 而当晚Toys也有开直播回应 因为雪碧说他是对Toys的事件做出公平 而Toys则先跟雪碧道歉 Toys表示下一次一样,根据雪碧过完的新闻 或者法院的判决对他做出公平 Toys指的就是雪碧被法院认证 介入别人婚姻当小三 甚至剩下小孩的事 Toys表示自己是港仔,没那么了解台语 他以为破麻是指感情观跟两性观企 比较混乱的女性 所以他才这样讲雪碧 他也好奇被法院认证的小三 到底能不能用破麻来形容 然后他表示雪碧也有骂他狗 之后Toys决定查清楚破麻的意思 发现有文章说那个麻其实是指一种猫类 所以Toys表示其实没在骂人 说他像猫而已 另外他还发现google破门 后面第一个热门搜索是雪碧 他表示甚至以为那个是他的绰号 又或者是大家已知的事实 因为我先骂人的 所以才会在热门第一 欸拜托 谁先骂谁的 靠北 他对于雪碧说 Toys在小孩面前讲老X是教坏小孩 Toys表示他那么在意 就不要在传播力更强的记者访单里面 一直讲老X这个词 而且当天超哥也有在小孩面前讲脏话 所以他认为雪碧没办法就是论死 叫他闭上狗嘴 接着他发现雪碧受访的时候辞穷了 要问旁边的人 又辞笑了雪碧一番 我也希望大家就是 对自己的言行 也是要做一个 要做一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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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药 什么鬼啊 而对于雪碧说他被Toys言语攻击 Toys表示是雪碧自己要出来评论 但又不从逻辑面探讨 在影片中只是挑战跟攻击他 所以他叫雪碧不要再讲咖啡话了 女人 后来他看到雪碧要求他道歉 他表示不会发文跟拍片道歉 让他有在直播使出招牌的诚恳道歉 雪碧小姐对不起啦 不要告我啦 拜托啦 不要告我啦 我官司太多了 我不想再开庭了 姐 姐 不要告我行不行 我真的以为雪碧整天勾引人家的老公 帮人家的老公生小孩 我就以为这种女性就是破〇呗 我以为那不是骂人的 对不起 谁叫那个Google本身第一个搜寻 雪碧破〇 Google第一个搜寻就是雪碧破〇 跟我有什么关系 然后他觉得要告破X这句就算了 但是事后干爹这句 他觉得是雪碧对号入座 他认为干爹有很多种 例如合作过的厂商 或者都内过的观众 不一定是雪碧说的包养 而之前雪碧表示 他影片开头讲的犯X狗 是听人家说的 不是直接讲Toys就是犯X狗 所以他认为没有辱骂到Toys Toys表示他也是听人家说雪碧破X 我也是看Google听人家说的啊 你骂我就是听人家说 我骂你就是公然侮辱 诽谤 我也是听人家说雪碧就是个破X 我怎么知道 你也是听人家说 我就是个犯X狗啊 对不对 听人家说这么好用 我到时候上法庭我也说 听人家说 之后Toys表示他还没三省定验 跟雪碧当小三的官司不一样 他说搞不好三省会怕他转让 所以不要急着骂他犯X狗 然后Toys觉得雪碧本来就认识超哥 有跟超哥传讯息 根本没办法做到公平 其他出来称的网红也是一样 如果没办法公正的评论 不如直接说跟超哥很好 所以挺他就好了 而对于雪碧那篇手腕红红的文章 Toys责问干他什么事 然后他也觉得雪碧在诽谤 说他嘴巴只会呼吵 他表示要厌道才能讲 除此之外 虽然雪碧说可以来一场全赛 不过Toys怕了 怕把假体打破 呃不好吧 等一下把那些假体都打破了 那我还要别赔钱 麻烦难搞难搞 总结来说 Toys责为他讲的没错 没什么要盗窃的 如果雪碧真的要告他 那他也会拿雪碧那段影片告回去 然后他又看到铝杰解释破的意思 所以再次确定自己没有讲错 破就是贬义的意思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麻其实是狐狸的意思 就是狐狸精的意思 所以就破啊 最后Toys声明自己顶多是嘴贱 但不是丑女 他说他对女性是极度尊重的 他也喜欢异性 然后Toys直播的隔天 雪碧再次发文回应 因为陈怡也有嘴他 他顺便回向陈怡心绪上留言 不过陈怡其实没有上留言 雪碧发现嘴错了 后来有修改文章 那重点是回应Toys的部分 因为Toys说直播donate的也叫干爹 雪碧者表示那是早期电竞直播的用词 他又不是电竞圈的 他表示有在正常直播的都知道 用大哥大姐来叫那些donate的粉丝 他说如果按照Toys的说法 给钱的都是干爹 他访问是不是买个饮料 就变成店员的干爹 他给游民捐钱 他们是不是要回谢谢干爹 反正他不认同Toys最干爹这个词的解释 说Toys带风向讲他事后干爹 导致很多人去留言讲他 内容都非常不堪 说他被干爹包养之类的 反正他会全部截图开告 然后他在解释他没有在骂Toys犯狗 他只是说有人骂 是之前新闻都在报 他表示被骂犯狗 Toys还是咕狗搜寻第一 而他被Toys说碰热兽第一 他说吓的人都知道 那些是乡民或者网军自己改的 而且Toys是流量本身 他常在咕狗搜寻自然会变成第一个 所以他觉得是Toys在带风向 跟乱改他危机百科的情况一样 不能当成证据 而对于他去按铃提告但没有地装 他表示确实是他太急了 跟大家道歉 之后他们的律师团会仔细写出来 结论就是他认为Toys的盗窃 完全没有盗窃的意思 他也会用全部资源将Toys告到底 让他没办法还行 增加多一项罪 让他挂到底 之后他又发文展示有网友跟他盗窃 他叫大家回头施案 不要被洗脑带风向 而那些他没念出来的人 就是等着收到担子了 然后有网友怕他出事 留言叫他不要再乱玩自己的手腕了 他回缩等等会有更精彩的 不过我等了几个小时 没看到有什么精彩的东西 只看到他在卖胶原蛋白 那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下次见